那么吉祥的卦又来了 这个卦有人说也是六腰阶级 我们看看有没有道理 山天大序 这不是畜生的序吗 加一个草子头才叫序 现在都叫储序 以前古代我们知道都是平房 家家都有地 都有院很大 家有六畜 那很多家你看六种畜生你想 那是不是大序呢 那真的加大业大你想要大序 那就得这样了才更形象 那畜生这些都是你的财物啊 要说利争 利于坚守已有的东西 那就是说你有底儿了 才可以不在家吃饭 都没问题 那就是出去做事啊 是很有力的 能做大事 那来看看具体的初九 就告你一开始反而是有危险 让你立于停止 那能不能停得住呢 它本身初九是乾隆勿用 它也是当位的有相应的 所以你做好像也可以 但是你想要做大事 还远远不够 所以告诉你这个谣啊 不要心太急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你想要做大事 开篇话就说了 可以 但你刚开始别着急 九二 说这个车啊 一个什么零件掉了 是车咕噜吗 那车咕噜掉了 那就很危险 如果你正在开呢 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一些不重要的零件 掉了 或者是你还没有开的时候掉了 那就是说 你还是不能让你着急 你想要做大的 光油你看 好像油油跟你相应的 但是本来这个油 应该是阴的 你扬了 他在乎急于求成功名利禄 虽然你能得到 但还不是时候 把这个心也要摆正 好在他的自我反省 在中央吧 这个就问题不大 那九三呢 我们知道 前挂的九三 君子终日前天吸体若理 每天白天晚上忙个不停 又来了 那这个挂呢 下面 何况又是个前挂 所以完全可以参考 前挂的挂药 就是说你也是一个宝马良居 但是 还是 要 保守 前进 每天呢 就反复的练习 你真的想做大事 那 很闯苦度十年 一 忍辱 负重 就是十年 他将来一定是可以的 六四呢 我们真正出去了 出去做事呢 好 怎么好呢 他还是不是说 像你光有一股劲儿 充劲儿 因为从小 从细微之处 这个小牛啊 仿佛就给他 从小把他的这个 鸡脚就绑住了 那防范于未然呢 当然是好的 收得住 你除了劲之外 还要 放得开是你一开始的 那收得住 才是善后的 这六五呢 他继续阴摇收 已经见到吉祥的结果了 就是 遇到凶险呢 你比如说 打比方一个猪 你看这些动物 全都出来了 马牛猪 那 从小把他阉割了 公猪啊 那牙很锋利很凶 野猪嘛 过去都是 所以他是吉祥的 已经见成果 那上九呢 比方说开车啊 那已经是四通八达了 老天都会保佑你 挑挑道